這個公式裡面只要有雙引號,一律要把它轉換變成兩個 這樣子他才有辦法辨識說這個雙引號是公式本身的雙引號 而不是VBA程式要用到的那個雙引號,所以這個可能要做個區隔 但是問題還沒解決,因為目前只會輸出一個 就把後面東西丟到前面來,所以特別注意你們在理解這個等號的時候 在那個VBA程式裡面這個等號不是以前你們認知的那個等於 比如1加1等於2那個等於 他這個等號實際上就是把後面東西賦予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你不要一直把那個以前的舊觀念拿到這邊 把它當成是跟那個這個跟程式的用法是一樣 特別說在程式裡面用法,這個等號是把後面的這個字串丟到前面這個儲存格 那如果說我們的範圍,假如說有第4列到103列的話 有沒有Ctrl向下 103,4到103 所以我基本上 如果我要重複做這件事情的話,接下來你們可能要 再學會 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程式裡面很重要 的 一個敘述方式 就是跟他講說 我要重複做 因為電腦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幫你 重複完成很多事情 就不需要人工 那當然至少就是達到自動化的目的 也就以前你要土法鏈鋼 我現在不用了 寫個程式就好了 所以未來在職場上面很多事情 通常 就不會要你用土法鏈鋼 什麼複製 Ctrl C 而是 必須 用程式來解決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 你要學會所謂的Fore圍圈 Fore圍圈的敘述方法 就Fore 後面加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裡面的資料會改變 叫Fore I 這個名稱是自己取的 等於 跟他講說我裡面的 這個詞 你請你幫我從第4 跳到 103 也就是他會怎麼樣 會先跳4 也先把4放到I裡面去 再跳5 再跳6 一直到跳到103 那下一個值的話就Next 所以他會在這個範圍裡面跳 一直跳 放下一個 換下一個 裡面I的值會改變 再來我們把剛剛這一行 把它搬到哪裡 搬到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OK 然後搬到裡面 我建議是按個Tab鍵 意思就是說 他會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 OK 所以結構長得像這樣 有沒有 Fore I 等於 4到103 這個寫法都固定了 所以可能請各位同學要把這個計 計老 然後底下一定要有個Next 再把剛剛這一行放過來 然後並且把這個Sales裡面的第4列的4 有沒有 改成什麼 改成I就好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好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執行看看了 執行的話你會發現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會幫我把這個公式 S輸出到103 因為這個數字會不斷改變 先4 再5 再6 再7 另外順便講一下 你可以把現在寫的這個公式 這一段Sub到Endersub 複製之後貼到底下 把它改成清除 清除 那清除的話 那個 我們 剛剛有提過了 清除 主要是在儲存格裡面放什麼 這個後面的就是把這個 等於後面的放一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那他會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呢 執行 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 他會先清第4 第5 第6第7 意思實際上就把這個東西丟進去了 那就清空 OK 所以 這個地方清楚直接可以把上面的複製下來 把後面 等號後面的東西 改成兩個雙引號就好了 但問題還沒結束喔 因為如果現在執行全部都一樣 為什麼全部一樣呢 因為這邊的公式應該是F4 G4 H4是沒錯 因為他在第4 第4列 下一個的話呢 應該變什麼 F5 G5 H5 對不對 所以 關鍵來了 要如何把什麼 把後面的這個4 改成 I 有沒有 那請特別注意喔 你不是說直接把這個I放到這裡面來喔 因為如果你把I放進來的話 他會變成是這個文字裡面的一部分 如果你輸出的話 他應該會是錯誤的公式 因為他會變成什麼 變成FI 他不會 我不會 把它執行 那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把什麼 把這個字串喔 把它改回來 你一定要把這個4的地方 先把這個文字 切開來 他本來是一個完整的一個連續文字 那你必須把他先切開來 用串接符號串接 再把I放進來 這樣才是正確的規則喔 OK如果你 假設規則寫錯的話 那他就不會work了 那只是說呢 要怎麼樣把這個I 正確的放到 這一個 F的後面喔 那請各位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是 這一題最難的部分 放的方法 先跟各位講 其實有個口訣很好記 什麼口訣呢 一 請你先選取 你要 把那個 數字要變成I的這個數字圈 1 2的話呢 就是 先加兩個雙以後 為什麼先加兩個雙以後呢 因為 他就切成兩個了 這個跟這個分開來了 OK現在是兩個 兩個字串喔 兩個文字喔 中間再加兩個and符號 然後再移到中間 再加個I就可以了 但是 在VBA的規則裡面 and符號前後一定要空白 所以你就再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好那再還有這個這兩個嘛 怎麼做我再做一次喔 1 選取4 2 兩個雙以後移到中間 兩個and符號移到中間 再加個I 並且把and符號呢 分開來 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喔 所以喔 至於喔 細節部分喔 如果一下子不太理解 你乾脆先背口訣好了 因為之前喔 一直在解釋 有時候一直搞不清楚 老師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你還沒寫過程 但一段時間之後他發現喔 老師我終於懂了 那個意思了 所以乾脆你們就先把口訣記起來 1 選取4 2 雙以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然後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並且喔 把and的前後加空白 好 這樣子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我們來run一下喔 剛剛是清除 對不對 誰要清除掉 再來的話 我就直接執行了 這樣子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G4嘛 下一個就變G5 下一個變G6了 OK 所以大概 就是把這兩個 分別完成喔 那我重點回顧一下 1 先打 4 I 等於4到 103 然後Enter兩下打一個NAS 把剛剛的那一行搬到這邊 記得這個前面 加一個TAB鍵 讓他下一階 OK 然後把這個 原來的4改成I 然後呢 把公式裡面的這個F4的4喔 加什麼 兩個雙以後 兩個and 把I放中間 然後and 把它割開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清楚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上面這一個公式 貼過來 改個名稱 後面改一個雙引號 這樣子就大公告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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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